講句實在話啦我們現在不是卡關嗎 那就是看妹子吧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心靈相遇了沒有錯 哇這個系列停好久 其實其實其實認真講啦 每週以每週一部有沒有 我們也就這樣走了好幾年 而且星界神話是我目前唯一一部 有一直在持續更新 a粉絲系列的你看愛兒之光我都停了 對這款遊戲是有什麼毒啊我的天啊 好啦總之我們今天要來繼續心靈相遇哦那 呃 我是不太確定他 現在的故事怎麼樣因為呃之前我有提過就是他的故事 其實有一段期間製作的心靈的故事 很簡陋 我應該有提過這件事情就是他前後就是前後 的描述 不夠多他直接進入主題會有一種讓人摸不清頭緒的感覺 所以呃其實我還蠻好奇這一次 我們要做的心靈的故事他會不會有改善一點 那至於為什麼我會在黑莫山就是因為 呃我剛看了一下 那至少有四隻還五隻是我 就是沒看過的心靈就是沒有就是 有段期間沒有在注意然後就是新出的嘛 那 我就是就是到處找稍微找了一下那 我這一次想做的哦他是在黑莫山丘這裡 沒有錯這個 關心者凱文 起頭的這個故事 然後我們就稍微跟他對個話好不好 發一下任務 你來得正好一起來觀察星空吧 今天可以說是特別美麗 哦現在是晚上很合理 晶雲哦 各位朋友你也是來觀察星星的嗎 你的運氣還真好 我看今天的星空和平常不太一樣 那你是要發生什麼前兆吧 表示不太瞭解星相 而且還有事要忙便委婉拒絕的邀請 啊那還真是可惜啊 那我繼續看星星好了 怎麼有顆星星好像越來越大了 這怎麼回事好像什麼東西掉下來了 你也看見了但不確定是什麼東西 便決定一區事發地看看 啊不是說有事情 不是說有事情 在下面嗎 好遠哦 沒事我們還是直接跳下來了 這才是我說的高自由度的 自由世界啊 這才是我想要的嗎 高自由度超高自由度 秩序天秤 立貝拉豪 沒有我是看到他 我真的只是看到他的稱號就想選他而已 你們好我是代表天秤座的立貝拉 看了官方中把心靈打到 把他的主意打到 黃道十二宮上面去的是吧 哇哎好 我覺得啊官方至少有用心好不好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小蘭都出來講話了夠用心了吧 一文大人 你這副模樣 他有這 他有身上這股不平衡的魔力石 說來話長啊 我跟一連之間發生了一點事情 現在彼此的聖法馬都處於不完整的狀態 話說回來你也降臨到人間了 這是為什麼呢 反而想大聲刺 只有發現他的胸部在抖 這真的有點大 現在星界的平衡破裂後 我便持續關注人間的動靜 奏橋在觀察的過程中 實地的 納拉茲樹有著失衡的異狀 降下去必定會發生災難 我便叫你人間想要調查詞 啊哈哈沒事啦 等我們把奈亞幹掉就好了 啊他已經死很久了是吧 你詢問災難是指什麼 又和平衡有什麼關係 這個世界上的 事物都擁有平衡之力 若是破壞了這個規則 便會邁向毀滅 但若像這棵樹一樣巨大的東西 因失衡而崩壞的話 就不可能只影響到自身 一定會波及周遭而引起巨大的災難 你詢問是否有辦法阻止災難發生 如果自己能幫上忙 也會助一臂之力 無需擔心 我就是為此而來的 不管怎麼樣都會什麼辦法避免災難的發生 首先我們要調查失衡的原因 請你跟我一起去娜娜之樹附近調查吧 他剛剛不是說不用擔心 現在又現在又要我們幫忙 這女人怎麼這麼難搞啊 給你賭這個聲音很 這個聲音很噁手 又是哪個聲優啊 不哪個配音員啊 是不是又是 哪個角色的配音啊 到了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調查失衡的原因吧 給詢問莉貝拉的看法後 盡可能表示會協助她 情況比我想的還要嚴重 但現在還不算太晚 造成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根部吸收的能量已經遭到腐化 雖然表面還是正常的 實際上就已經從內部開始毀滅 但只要注入更強的能量與之抗衡 就可以平衡樹的力量 根部解釋的辦法我已經想到了 會員處有著 烈焰枯膜吸吸 他們的體內蘊藏的虛動能量的烈焰之河 只要把這些烈焰之河注入樹中就可以對抗腐化的能量 雖然 能夠利用強力核心驅動的古代 古代是哪來的 奇怪我是眼花嗎 能夠利用強力核心驅動的熔岩枯膜絕非 絕對是棘手的敵人 但我相信 從為星耀騎士的你能夠勝任此事 就麻煩你蒐集烈焰之河了 還不忘打馬屁呢 再麻煩你幫忙咯 我是真的覺得臺灣的 配音界 等一下 不對啊 沒什麼錯路啊 我覺得臺灣的配音界真的應該要 要注入一些心血才對的 怕是這麼說 但我覺得我一直在打錯怪物 對沒有錯我打錯了 這小東西啊 我以為是大隻的耶 我是真的覺得臺 臺灣的配音界真的是蠻可惜 像 有啊去年 去年九月多的時候 也有一位老老師就這樣子 離開了我覺得真的很可惜啦 像那個什麼 我之前有一次拉轉臺轉臺的時候看到那個 中配的刀尖神魚 看看著我就說嗯 奇怪這個 這不是路亞嗎 然後再來就是看那個 就是因為網路上有時候會有一些中配的片段嗎 然後就看 然後就看到珍珠美人魚 但是那個 是那個什麼 凱特凱特城城到海裡那一段 那個海董一開口 大家都說 剛剛在狂刷 哎小智 小智你跑錯棚啦 都收集完他嗎 不愧是星耀騎士 對我就覺得真的是嗯 you know 在注入烈焰之河的能量後 你許願莉貝拉已經告一段落了嗎 有人出現 神術有烈焰之河後 已經不再吸收腐化的能量了 但為了不讓河的力量太過強大 必須再調河其中的能量才行 剛烈的火反面變成融合的水 我在天秤宮灌渣此地時 曾見過冰臨失衡的生物使用一種水晶 便恢復了此 天內的平衡 我想對神術也有效果才對 這種水晶附近的水晶就可以收集到了 這也麻煩你啦 因為它是水晶是吧 這個時間點聽到這種話真的是有點 也不太好 本你知道的那個 你可以從某個人的口中聽到 類似的話 但是你對他卻完全不抱著信任感 就會覺得這個 這感覺真的很怪 然後不是我要說那個 我是想吐槽一下啦 那個坐騎啊 到底是三小 這到底是三小 太詭異了吧 我好想要這個哦 你收集了這些水晶我一定會讓這個地方恢復平衡的 謝謝你 好想要這個 不然我好想要哦 啊你看旁邊就有個露娜躺在旁邊我 哦這感覺 到底是什麼可愛的生物啊我的天啊 你學問這樣一切就會呼呼呼原狀了吧 那他這時候的穩定已經完成了 但士奇的元凶好像發現了我們 他正想要再次破壞樹的平衡 就讓我們祈禱他結束這一切吧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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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ze 諮翔的苦術之理 哇有動畫 這是奈牙嗎 大哥啊 還還來收通告費啊 然後結果沒有配音嗎 太詭異了吧 任務有語音然後結果 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是猩猩耶好酷喔 他的攻擊也太炫砲了吧 我說他胸部真的是抖的嗎 吃喝的 可是實在是太大了 這次的事情可能只是個開頭 今後我也會為新界的平衡繼續努力的 也許願禮拜他如此重大的責任只能只能一個人負擔起 謝謝你的關係呢不要緊的就如同你與一文大人這般 我也有其他值得信賴的夥伴 貴兒如果你有機會遇見他們 挺像對我一樣 一般善待他們了一定會有所回報的 血色追劣 不是啊那個聽起來 是正號錯了啊等一下 不是啊血色追劣是別人哎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是給錯了吧等一下不是血色追劣吧 呃 呃 有了這裡是心靈的 那個稱號的 哎他真的是給 哎對給錯了呢 哎 哎給錯了啦 官方 給錯了啦這是bug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可以拿我的時空去跟官方說他們做錯了嗎 他們有bug嗎 我覺得我應該 應該回報一下 沒關係我等下我等下我等下去回報一下好了 所以他原本這個應該是秩序天品呃 維序天品才對嗎 ok這個是bug 我會跟官方 講一下 好那 我們這一次的心靈來看一下 應該大家都看過了啦 沒關係按照老老傳統還是念一下吧 他就說維序天品 必備啦 那他的四星是多出了翅膀 我覺得其實如果是新 像 星空的魔法陣可能會更好 可是 他腳底下其實已經有一個魔法陣了 所以 好吧 翅膀勉強還可以了 哦那他是 他是 攻擊跟防禦 然後哎他三星是有造成傷害8% 還不錯 然後四星是防禦力提高10% 那他的奧義是 根據自身為近戰遠程分別獲得振興效果 躍光祝福 聖輝 躍光祝福會每秒恢復6%攻擊值的生命提高生命值5% 防禦力6% 降低所受傷害14% 持續6秒 所以他等於是 他這個奧義算是 兩種buff對不對 還蠻酷的就是怎麼講 他 不知道就是怎麼講他近戰是 增加你的坦度然後 遠攻是增加你的攻擊力 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技能算設計的還蠻細心的 我還蠻喜歡的就是他是 攻防是取決於你的職業我覺得這個 用就是他們 怎麼講他的用途就蠻大的 還蠻喜歡這一個的 然後他的普攻是元素傷害 所以 建議是搭配在 元素 元素傷害職業上面 但是 其實 我覺得他 這一支 你要你要你要怎麼擺都行 因為 他就是個 他是 針對 近戰跟遠攻 這兩點去做特化的心理 所以我你要怎麼打都行 我覺得 你想坦的話帶他就行了 你打遠攻到這支槍帶他也是個好選擇 我的天啊 還蠻好用的 彼婆真好用 哇 你這是 然後就當練習吧 莉貝拉自幼以來變沉默寡言 在新界的十二宮修道院中作為祭司 觀察著萬物的是非對錯在他眼中 沒有比平衡更重要的事情 對於掌握聖馬馬平衡的兩大王姬 莉貝拉從小便帶著 敬仰之心 而兩大王姬亦是莉貝拉最尊敬的人 然後他們最近最近 他最尊敬的人打起來了 可見非事 莉貝拉明辨是非的性格 令眾人推舉他成為十二宮修道院的領導人 在莉貝拉成為領導人的不久後 他開始察覺到這個世界正在失去平衡 一股邪惡勢力正要顛覆這個世界 就在此刻 星界王姬的 兩相 對峙導致了星界戰爭 當飛行星躲走了 必然星的聖法馬的那一刻 莉貝拉感受到這個世界平衡也隨之崩潰 儘管在莉貝拉最消沉的時刻 身為祭司的他人每日祈禱著 盼望平衡的歸來 隨著戰火越演越烈 莉貝拉的心境產生了變化 他注意到看似單純 簡明不合的適恨背後 或許是有人在操控的一切 莉貝拉決定不再 緊張 調為世上的萬物的平衡奉獻一切 在下定決心的同時 一股強大的心能 匯集 現名為聖天 頂的神器出現在莉貝拉眼前 那拿起神器 誓言要帶領其他收到願的夥伴們 解決世界的不平衡與紛爭 如果官方有意要 把是怎麼講心靈的故事 的 一些小東西 融入融入那個什麼 劍裡面的話 我覺得那個聖天瓶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好像是 有第三個人 應該說第四個因為 王姬就是兩個嘛 再來就是古城主好像就有第四個人在暗中 支援的他們 有那麼感覺 對啊 好了那我等一下去回報一下官方關於那個 稱號給錯的部 然後 對 沒錯 我就是懶我就是打不過物賊好不好 好了那呃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上面點個訂閱 以及喜歡就可以得到每周 獲得不定時的最新狀態 那可以到粉絲團按個讚 推薦按個水 粉水 這樣子啦 好啦那我們就先這樣好不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我們下回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我想到一個很 嚴重的問題 關於呢我 是從這裡我是從這裡挑心靈的 你們要知道 這誰 在 麗貝拉是在密堂女僕就是那個 萬聖節之後出的哦 到現在已經出了兩個星影了他還沒修好嗎 這個問題有點大哦 好嗎 好嗎 算了 來吧